上禮拜最后讲到制定函数 那什么叫制定函数 因为这个手机的公式很长一大串 所以很长一大串 你将来要想到那个公式 其实又要花脑筋 然后又要找半天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 你就已经写好一个制定函数 那这个制定函数呢 在全部里面 最下面这边有一个手机好了 假设我这边有个制定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是for什么 for刚好工作上我需要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我就不用记那么多 反正我就记得什么呢 按确定之后 它会有一个罗伯一个坑嘛 反正电信业者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区码在哪里 在这里 门号区码 梦码 梦码在哪里 在这里 那因为我的公式是 后面如果不是三码就补零 所以是零四八 零零七 那中间都要加dash 用零九开头 所以零九一一 dash零四八 dash零零七 那如果出来的话呢 原本没有这个函数 那我可不可以制定呢 可以啊 那非常简单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诶 答案就出来 点两下 工作就做完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 你们在工作上面 一定会有很复杂的公式 那这个复杂的公式 你如果要简化 你可以制定函数 那这个制定函数 怎么做出来 我想 就是上礼拜讲的 就是在这个开发人员 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怎么叫出版 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就是开发人员里面的话呢 直接点击 这边有个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的话 记得制定工作区 把开发人员这个选项 打勾 按确定 就会出现开发人员的页面 那我们要怎么样增加一个手机的这个制定函数 我想以后都一样了 你要制定函数 其实只要是复杂公式 通通都可以变成一个制定函数 所以你的工作 因为以前同学一直常问一个问题说 老师里面如果没有的函数怎么办 那就制定了 那怎么样制定呢 就是开发人员 第二步的话就Visual Basic 第三步怎么样呢 建议是把这个稍微缩小一点点 就是我的习惯这样 让它浮在上面 不然的话有时候切来切去 常常都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Visual Basic编辑器在哪里 然后呢在里面 第一步原来是没有模组 请你按右键插入这个模组 OK 所以这上午礼拜都讲过了 所以如果有一些细节不太清楚的话 请可不可以回头去看影片 OK 插入模组之后的话呢 在模组里面插入什么 插入程序 程序里面会有Sub跟Function 主要这两个 那我们用的就是什么 Function 然后在上面打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名称 因为我已经做过一遍了 所以你可以把手机两个字打上去 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一个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就会自动会出现什么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那名称的话是手机 然后呢会有一个End function 头跟尾 那名称在这里 中间的部分刮弧 不过我字太小了 工具里面有一个选项 把拽写风格里面的字 再放大一下下好了 这边放到18好了 反正这字看起来有点辛苦 OK 好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插入程序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叫Public Function 好 受到